很多人问我音乐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音乐其实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一世 因为音乐是记得这个时代里 每一分每一秒的变化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我很荣幸可以一起用音乐 和大家去记得共此时的瞬间 当有一天 你不太记得你人生的点滴的时候 音乐是绝对可以帮你重拾 这些难以忘记的片段 在1997年回归的时候 1997香港回归了 1997年的7月1号 1997年香港回归 1997回归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 回归 回归 1997了 那个是没有任何能跟他比较的 终于可以 唐唐正宗就说 我是中国人 终于都回家了 那种 那种感觉了 1999年然后内地送了两只大熊猫 然后给香港把家里很重要的宝贝礼物 也送给了自己的家人 然后希望一家大家更加团团圆圆 03年非典 澳法的时候 03年的自由行的开通 2008年的汶川地震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学校就立马有一个 捐款的活动 然后香港各界也在投入 这个救灾的行动之中 我记得有好多就新的原建的 一些地方的那个地名 什么那些有些街道 都是叫什么香港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2001年 北京深澳 成功 你看完了那个开幕式之后 我就很难免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觉得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和通车吗 2018年广深港高铁开通 这个开通其实是方便了 我和家人们的见面 可以解一下思念之情 跟我们深圳息息相关的 在2019年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刚要 现在是中国香港还有加多一个姓氏 就是大湾区 各个美美姐姐什么 都是大湾区人 在我们有这个疫情的困难的时候 都很多内地的医务人员 来帮香港 很感激 很感恩 真的是你们那么辛苦 来救所有的人 我就是香港回归了 回归的时候我在 五周年我也在 十五周年跟二十九年的 我还在 二十九年 九年那次 也是唱完歌 我们都站在那里等了 习总书记 他们 他就慢慢地过来 跟我们每一个人握手 他一到了我 我那人或者他看到我的胡子 他就突然间笑了一下 他就给我一个握手 我们说流行曲 也跟着那个时代 是香港社会的转变 是有息息相关的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感受 香港的缩影 是写在歌词里面 不只是表示我爱你 你爱我这么简单 这是讲乐的一个特色 是永远永远都有存在的价值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日中午12点想先看正片 追向超前营业的港月加刚版 好帅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声声不息 怕这糖喝减醇 零这糖无负担 这里是由君乐宝减醇酸奶 独家冠名播出的声声不息 减醇零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何炯 大家好 我是金曲推荐人王祖兰 声声不息是由芒果TV 湖南卫视联合香港TVB 在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特别企划的音乐献礼节目 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 和港澳台办公室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 特别知道 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整个的氛围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呢 我们看到所有的歌手 和我们亲爱的声声不息的 金曲出品团的朋友 一起出现在了现场 欢迎我们所有的歌手们 欢迎 欢迎 另外呢 来自香港TVB的演员和歌手唐妹 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 欢迎唐妹 欢迎唐妹 另外我今天看到一个 我非常熟悉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声声不息的好朋友 李亚南也在现场 欢迎亚南 欢迎你 父亲雷 父亲雷 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们将会打破两队的格局 欢聚在一起 共同迎接7月1号 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日 今天呢其实是 港粤与我共此时的 香港回归25周年庆典特辑 我们所有的歌手们将会 用港粤来记录时代 同时也创造时代 我们一起来共同畅想我们的 回归新生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我们通过微博呢 征集了大家对于内地歌手和香港歌手组队意向的调查 那根据网友们的建议呢 开启了两地歌手的合作舞台 我们八组的香港歌手将会是两两搭档完成港粤与我共此时的特级演出 那今天要畅想的第一首歌被誉为香港的成歌 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 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这首歌呢就是顾家慧先生作曲 黄瞻先生作词 罗文先生演唱的《狮子山下》 《狮子山》精神呢 是认真工作 努力打拼 是不怕困难迎接挑战 逆境自强 也是灵活应变 开拓进取 说到狮子山 大家就会想到香港 就好像说到橘子州 大家就会想到长沙一样 而今天我们在长沙的橘子州头 畅想香港的狮子山下 我想这样的梦幻联动 不仅是港月的联动 同时也是中国人 同一个血脉的相连 我们在长沙的招击 大家这里有一个高兴 just 我们大温海的巨大 以来写心 我们在长沙一边 写心 我们在长沙一边 那是达米 我们在长沙一边 我们在长沙一边 我们下高兴 我们在长沙一边 我们在长沙一边 谢谢大家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想有泪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愈悔 人生不免崎嶇 难以触摸过来 何时同族在狮子山下车 公仔抛弃 他分扣共队 放开 彼此心中猫腿 你想 一起去追 同族在狮子山下车 无论更可悔 同族海角天边 为首我答应 崎嶇 我们大家 用单身努力 舍下 不能不留 向过 你 或许多人 我 在狮子山下车 在狮子山下车 有点赞 有点赞 在狮子上 有点赞 有点赞 在狮子山下车 可以 在狮子山下车 你 有点赞 快去追 他 空枪 无忍 西山下车 你 为 无论更无论 同主爱过天边 回首答片期待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纳 不留向过迷惠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纳 不留向过迷惠 太棒了 开场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感人 像这样一首歌 它不仅是港月的声声不息 也是歌手前后浪的声声不息 更是我们两地的情感血浓于水 我们绵缘不绝的中华琴的声声不息 感觉非常荣幸 因为这首歌我知道它对我们很多人 都是意义重大的 然后我知道林子强老师在今年的时候 还翻唱过一个版本 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 大部分的风格是按照林子强老师这个 它又给了我另一种力量之外的 那种温暖的感觉 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 非常能够代表香港的一首歌 有请两位入座继续欣赏接下来的表演 谢谢你们 谢谢 再次谢谢林子强大哥 谢谢毛毛 今天我跟祖兰感觉也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是我们歌手们都在现场 有这种直接的眼神交流 因为每次看节目播出的时候 知道你们在那个休息室都好热闹 是的 时间感觉过得很快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监考 是监考 对 对对 然后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香港回归 当天你们在干什么呢 有一些朋友就在说 我记得我在家里面 看着那个电视的新闻报道 但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Sally姐 还有Lam哥哥 当天是在现场看我们香港回归 对 我还记得当时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两个脸上的那种骄傲 1997年的7月1日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76岁的华旦 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大好的日子 我想呢其实只要是中国人 不管你身在何方你有多大 不管你是当时有亲历这个历史事件 还是说你是从父辈的 或者是新闻的一些转述 来了解当时的情况 那个盛况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非常非常有感触 毕竟呢香港回归是几代人的夙愿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清华大学 我跟老师们同学们一起唱起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 我希望我的儿子呢 也跟着我一起唱这首歌曲 我也希望带着我的孙子也唱这首歌曲 我希望一代一代的这样唱下去 我的中国心不会变永远也不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离开深圳进入香港 他们在深圳和香港 分别受到热烈的欢送和欢迎 我那一年我记得我是八岁 我们就去了街道上 等待我们的解放军驻港部队进入香港 驻香港部队先投入香港 驻香港部队先投入队 1月6月30号晚进入香港 驻香港部队先投入队 不干净了 我们来到几次了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阻香港部队 边缓军营 你们可以上岗 我们上岗 送你们一路天 看见我们的解放军过来香港 感觉就是 我们在外面那么多年了 我的爸爸妈妈终于来接我们回家了 将棋升棋仪式 现在开始 请全棋起立 当时我手捧着五星空旗 赶到我手里沉甸甸的 因为我知道 我每前进一步 就离香港会贵的时间 缩短了一秒 在交接仪式过程当中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真空十二秒 这十二秒钟 最安静最漫长的十二秒 当我听到国歌第一个音符的时候 我就开始按照平时的训练节奏 把国旗准确无误地升了上去 现在的五星空旗 第一次高高的飘在香港的上空 看到五星空旗身上的时候 泪水从眼睛里面都放出来 好像就是放下了信头大师一样的 雨色重复啊 香港会贵二十五周年了 它在国际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变的 变的地方就是它更融入内地了 包括融入内地的文化 彼此的交流更多了 1997年回归之后呢 普通话就成为了全港的中小学的重要的课程之一 所以你听我们年轻人的普通话 吃葡萄不涂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涂葡萄皮 以前就是香港 现在就是有新的姓氏 就是大湾区 代表着中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 未来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普遍的就是深圳这边的居民和香港这边的居民 一直都是邻里邻居 其实一直都是一家人 最重要就是自己可以 以及西藏 对不同种族的人说 你问我是从哪里来 我是从中国香港来的 去过吗 对不对 我不变呢 就是我这里没变的 明白了吧 懂了吗 我这里没变 嗯 支持你 ف详细 成員 晓灵 动作词 成員 responsible 李登泥 成員 テ 투 走过一朵年为情景 可是不管怎样 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一样 虽然存在深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出现早已把我的一切 老乡中过瘾 城乡城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前行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轻 留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无论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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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前行 无论何地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轻 无论何地 在我心中重前行 在我心中重前行 澎湖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好骄傲的感觉 好骄傲的感觉 每次听到这首歌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尊贵的朋友 来到我们生生不息的现场 他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仪式上 担任升旗手 同时也是1999年澳门回归仪式上 担任升旗手的朱涛先生 欢迎他 欢迎 你瞧这个身高 真的不愧是咱们国家的门面 拍到您的脸的时候 完全戴不到我和祖兰 完全 头发都戴不到 在画面以外 这毕竟是咱们国家的门面 门面 这个身高这个气场 绝对是没得说 跟您站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们坐下聊吧 否则我只能仰视了 其实刚才在看这个生旗 这个仪式的时候 我们内心非常激动 可是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没有您那么近距离 一个强烈的感受 今天再回看这个画面 不知道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其实香港回归这个视频 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但是每次看 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 当年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我们对香港回归 时间把控上的态度 那么香港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所以在那一天的那一刻 我们一秒也不想多等 香港回归晚一秒钟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讲 就是一种耻辱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好准备 哪怕是两国果歌重叠 我们也要在1997年7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香港特别行动区的土地上 冉冉升旗 我个人感觉 那一天的《易用军》进行曲 真的非常悦耳 非常动听 非常亲切 现在回想起来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 也感到我非常骄傲 骄傲的是 我是一名中国人 更骄傲的是 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土地一寸都不能少 回归一秒都不能差 我们再一次 谢谢朱涛先生 谢谢所有 为了祖国的尊元 付出心血的人们 但是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祖国的繁荣昌盛 其实香港回归25年来 我们一起在共同 亲历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一起看到了中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也相信 有了祖国这个强大的后盾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繁荣美好 祝福香港 接下来要搭档演出的两位很有趣 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横跨祖国南北 三千四百公里的李健和曾彼特 为我们演唱这首《万水千山总事情》 《万水千山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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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水千山总事》 《万水千山总 officials》 《万水千山总事情》 有情似水爱共荣 微白风风吹散热 意外万水千山众是情 吹散也有天注定 不愿天不愿明 但求有山水共作正 不愿天不愿明 不愿天不愿明 我说谁众多边缘 谁也千谁也静 有情似水爱共荣 未怕高风吹散热 热爱万水千山众是情 不愿天不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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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求有山水共作正 但求有山水共作正 但求有山水 万水千山众是情 不愿天不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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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就是说到名字 大家都会很兴奋激动 而且不管你是不是在粤语地区 很多朋友都可以把这首歌的歌词 倒背如流 这是TVB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 《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主题曲 而要告诉大家一个热知是 这个电视剧的导演和编剧 是后来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同时 也在大电影界为我们带来很多岗位回忆的杜琪峰 相信我身边的健哥 对岗剧也非常熟悉了 比较印象深刻的岗剧的画面或是台词是 很多小的时候看过霍元甲 陈真 上海滩 多年以后仍然记忆 尤其还能记得很多的名字 什么冯承承 许文强 会员甲 独逼老人 陈真 记得很多人 反正很多都是来自我们TVB的 是吗 说到港剧呢 我相信全国的朋友 经常会听到TVB剧里面一句话 也代表了我们很多香港人的精神 就是什么呢 一家人最重要是齐齐整整 做人最重要是开心 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 今天绝对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夜晚 而且今天有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朋友 来到我们生生不息的现场 他就是麦长青先生 欢迎麦先生来到生生不息的现场 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建和曾彼特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谢谢两位 有请 好 请落座 谢谢 没内存了 好多照片都不想删 都是回忆 你跟麦克拍了这个也很好玩 谁叫我 说什么了 走 怎么了 准备删照片呢 因为手机存不下了 删存到中国移动云盘 照片很多 会不会传输很慢 不会很快的 5G急速传输而且很安全 看起来不错 你试试 就这样 哇 真的很快 可以 那就存在中国移动云盘了 聊到熟悉的剧情 还有这个角色呢 大家总是非常的开心 香港文化呢 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珍贵的 共同回忆 不论何时何地聊起来 总是心中有爱的 事实上呢 因为回归两地的爱 也变得更加的浓烈 同时呢在危急关头 也更加能够心心相应 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画面 就是在1991年 我才11岁的时候 在电视上面看到 《华东水灾》的新闻 然后那个时候整个香港 整个演艺圈 所有人都出来 为了华东水灾演出 作为一个马拉松的表演 基本上你认识的 香港明星都有参与 比如说 《长龙大哥》 《梅艳芳》 《梅艳芳》 《Beyond》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太多太多了 后来呢 因为那个陈荣过于庞大 时间也非常的长 后来这个演出呢 直接就打破了世界记录 到现在为止 也是记录到这个 吉尼师的世界记录里面 那一年我们在香港 筹到的赈灾的善款 达到七个亿 这个数字太了不起了 同出共济呢 绝对不止一次 地震 疫情 洪水也好 每一次我们都想念着彼此 也因为我们能够想念着彼此 让我们有无穷的勇气 不如要找到电影 怎么办 我来吧 好 大家好 我叫吴雨欣 我今年八岁了 我妈妈叫刘婷 是一名医生 三月份的时候 妈妈告诉我 她要去香港 帮助香港的小朋友战受病毒 当时我大概是在3月5号的时候 接到医院的通知 当时我两个女儿的话 她们听到我要去香港 第一反应都是 扑过来抱着我要哭 说舍不得妈妈 当时也有跟她们讲说 作为跟香港一一带水的这个广东 大家都是一家人 肯定也是第一时间 去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跟她们解释之后呢 她们都还是比较理解的 没想到的是 我的大女儿写了一封信 给香港的小朋友 信里面是这样说的 我把最爱的妈妈送去香港 帮助你们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战胜疫情 中央远港同心抗疫 加油 这次内地远港医疗队 包括36名医生和39名护士 队员分别来自广州 那当时我们在亚伯馆负责救治的病人呢 主要还是老年人为多的 他们本来这个年龄应该是 移养天年的那个年龄 但是就奄奄一息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我的心在颤抖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有一个老太太 她得了新冠肺炎 然后住进了 我们亚伯馆新冠治疗中心 然后我在跟她更换床当的时候 她突然对我就哭了起来说 姑娘真的是很感谢你 你也离开了家人这么久 过来帮我们 我也跟我先生分开了 因为我先生他也是得了新冠肺炎 但是他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 他昨晚就在沙田医院试试了 然后老太太就讲到非常伤心就哭了 当时我也觉得 我没办法怎么安慰到他 然后我也跟着他一起哭了 这个呢是 我们内地远港医疗队的一个 就是中国卫生的一个队服 记得我穿着这身衣服 走出亚伯馆的时候 是有一个香港市民 然后特地走过来跟我们说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那瞬间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非常感恩 感谢他们就是放下 他们自己的家人 过来帮助我们 我们作为远港医疗队员 过去支援香港 大家会称我们为英雄 但其实我觉得 社会上各行各业 他们在抗击新冠疫情这场战役中 每个人都是无名英雄 虽然五月份我回来广州最后呢 又刚好广州的意识有了变化 所以我就跟一些朋友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帮帮忙 好了吗 还没出来 当时也是雨季啊 所以我看到那些医务人员在那个 保护那些物资啊 还有那个旅警 困身势透的 智商的那个 杖末啊 这些片段 在我的自己之中 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到 我们中国人是觉得骄傲的 无论是站在任何情况 每一个医务人员都守护着我们 也更看到每次我们香港有事情的时候 国家跟人民都是在帮忙我们的 无论是在香港也好 在在在内地也好 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分隔不开的 我们都是在一起 只要我们心在一起 就是公史诗 朋友们 我们非常荣幸 把刚才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请到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现场 为大家介绍 中山大学孙艺仙纪念医院主治医师 内地远港医疗队队员刘婷 欢迎刘婷 旁边这一位呢 也是刘婷的同事 同时也是内地远港医疗队的队员 陈婉芝 欢迎你们 刘婷的两个女儿 欢迎 大家好 我叫吴雨昕 我今年八岁了 好 非常好 欢迎雨昕 妹妹叫什么名字啊 哎呦 不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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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是叫雨兰对不对 是雨兰三岁对不对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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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姐姐都不哭了 姐姐不哭了妹妹也不哭 妈妈回来了对不对 对不对不哭 没事 我们妹妹先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 妹妹知不知道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 刚才哭鼻子是因为妈妈去香港的时候你想她舍不得她对不对 我怎么听说你长大以后也想跟妈妈一样做医生啊是不是 那做医生要坚强一点哦 好不好 好 其实当时呢 雨昕给香港的小朋友写了封信 就让妈妈托给香港的小朋友 鼓励他们早日战胜疫情 也希望他们照顾好我的妈妈 雨昕的这封信 经过香港的媒体报道以后 我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给她留言 那我们也收到很多香港小朋友给雨昕写的回信 还有卡片 我们特别感动 今天雨昕还带过来了是不是 我可以看吗 哇 她说亲爱的雨昕 我是曾梅千玺小学三年级B班的小童 然后呢她就说她看到了这个事情 然后呢她很感动 我觉得写得好好 她说你既懂得体谅妈妈 又会关爱和帮助别人 这些优点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感谢你让妈妈来香港帮我们 我代表香港小朋友 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希望疫情早日消失 恢复正常生活 也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 然后特别担心我们读了一半 后面还特别做了个标记 后面还有 对 要我翻面 滴水之恩 万心暖 祝生活愉快 还自己画了很可爱的图 就小朋友的那个真挚和他们的用心 我觉得这些梦想一定会早日成真的 我也相信呢 我们这个疫情一定会被打败 然后也希望两地的小朋友 可以早一点 就是见到大家 见到互相 然后一起玩耍 好不好 除了要谢谢你们 还要谢谢你们的家人 因为你能无故之忧地 到香港去帮助我们 支持战安的支持是很大 要照顾家庭 照顾小孩 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 是不可能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也很想借大家的手 给点掌声我们所有的义务 跟我们的义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麦先生 也谢谢我们可爱可敬的防疫人员 同时呢也谢谢他们家人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对香港的爱 还有香港同胞对我们的爱 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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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夜 没有你 总是缺少了一些 面对着面前的调整 我想是断的剑 无力冲向前 没有明天 但多我想起你 就有无穷的勇气 闭上眼睛 吸一口气 再走出心意 那怕地动 山里 只要有你在心里 这生命充满了奇迹 爱就是一切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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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风 多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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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过去 总有必须再相遇 我空了心 耗尽了你 却输给了甜蜜 潜入黑暗中 在孤独里 但当我想起你 对我相信 就有无穷的勇气 闭上眼睛 吸一口气 再走出心意 到哪怕地动山里 只要有你在心里 这生命充满了奇迹 这生命充满了奇迹 爱就是一切的动力 非恶愿 非恶愿 热到奇迹 自恶愿 不愿意 回来就是一切的动力 梦想他在哪里 我空的心 耗尽了底 最后你是了我自己 只要我想听你 就有无踪的勇气 闭上眼睛 细腻靠近 再走出新意义 哪怕你都相依 只能努力在心里 这生命充满了奇迹 爱就是一切的动力 流流了一切都可以 只能努力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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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chet goddess endesmond 你陈婷 叫 子曼 叫 婷婷 香人 パセВ 風不 有 那下面这首歌呢 也是能够续写我们彼此 更温暖的篇章 我们有请叶倩文和单依纯带来 《爱是永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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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便有了你 自我万个四季绝未离开 爱笑永恒灯所爱是你 两首水似空其实抱着你 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 每一个一次风了当 这无事无尽爱能用 有了我便有了你 赞爱是永不死 穿过气或悲 跨过增或西 有了我便有了你 千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开 爱笑永恒灯所爱是你 爱是你 有了我便有了你 有了我便有了你 天路地路也好 全非离开 爱是永恒灯所爱是你 你 爱是你好 天路地路也好 处理我 爱是你 谢谢 而下面这首歌呢 我相信也能够特别好的 表达我们彼此的爱意和感激 下面我们有请在香港的谭永霖先生 为我们带来这首《无言感激》 《无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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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尊為堂中 還好有你 我安心多了 我們是一個團隊 就像京東 商品層層把關 生活快速 其實因為靠譜 才應得大家的信賴 京東值得信賴 用粵語怎麼說 京東值得信賴 值得信賴 太標準了 非常非常動人的演唱 日益緊密的聯繫和溝通 其實也讓我們的愛更加的立體 也讓我們的愛更加的深沉了 是的 我們國家已經從體育大國 向體育強國邁進 那體育呢 不僅是我們的競爭力 和國家實力的一個招牌 它其實也讓我們和香港之間 更多了一個溝通的橋樑 讓我們彼此的聯繫更加的緊密 事實上呢 不管是深奧成功 或者是08年的奧運會 或者是之前剛剛舉辦的冬奧會 只要是和體育榮譽相關的 這樣的大世界面前 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會有同樣的自豪感 因為不管站在得獎台上的是 內地的運動員 還是香港的運動員 奏響的都是中國的國歌 不管運動員講的是粵語還是普通話 當你奮鬥的身影 引起全世界人的讚賞的時候 大家記住的都是中國人 從心裡發出來的自信和強大 所以呢 每一份這種關於體育的榮譽 都是我們共同的榮譽 老師有看過我們節目嗎 《生生不息》的節目嗎 我當然有看《生生不息》了 因為我們家庭的好朋友 Lam跟Sally 最近火爆了 太驕傲也太開心了 因為他們唱的歌 我也很共鳴 因為我們兩個結婚的時候 他們也當了我們表演嘉編 奧運跟我們家庭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我爺爺是熱愛體育 我父親也選擇了 跟著我爺爺這條路走下去 參與香港奧委會 國際奧委會的工作 我現在第三代 我也參與奧委會當副會長 無論在工作 在生活跟奧運這個五環 是分不開的 而且我爺爺一直灌輸的是 希望通過體育可以凝聚人心 我們中國經歷了兩次的生奧過程 勝利 勝利 那一次對我爺爺的打擊很大的 因為他滿了希望 他奔走 他到處去遊說 他是希望可以通過體育 幫助中國在國際地位的上升 二十九 böl 特別榮幸和志豪 在莫斯科見證那一刻 北京贏了 我全部都瘋了 抱著一起哭 就是特別的感動 一生難忘 北京是8月超過了 我是在北京 我馬上去了天安門 去感受這種氣氛 那個景象還在我腦海裡 非常之驕傲 全中國人都為之而歡騰 不管任不認識的人 大家都祭長慶祝 在那一刻我覺得是 我們所有人都經歷著 一個最榮耀的時刻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一件事情把所有人 都凝聚到了一起 那時候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北京奧運會的生活 點燃了 2008年的時候 也去了鳥巢 在那麼壯觀的一個地方 有六萬人一起站起來 來 升國旗 唱國歌 可以說是人生這種驕傲 到了一個極點吧 全香港都在瘋了 因為終於奧運會來到 我們國家的門口 哇 我是中日人 中日人出頭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難形容 我還記得 深深地記得 2008年我有機會 到北京奧運會去採訪 所有參與奧運的工作人員 都會帶自己城市的一些 兄貞或者是禮物 去交換的 我就交換了200多個兄貞 因為以前香港是一個地區 現在我們已經是國家一部分 告訴其他 你是從哪裡來 中國 然後就他們就 交換 交換 好開心那個感覺 可以告訴人家 我也是中國人的 第二十九屆奧運會 離子三米跳板的決戰 現在就能夠成功 進入國際金 雖然不是我第一次拿奧運冠軍 但是在自己家門口 可以拿冠軍的感受 意義是非常的不一樣 我覺得也是因為 北京拿到了奧運的主辦權 才給我這個動力去 參加多一間奧運 好像一個使命 自己一定要去做的 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 大部分的項目都在北京 但是馬數的舉辦權 在香港舉辦 其實非常感謝國家 就是讓香港有這樣的一個 可以大家共同分享的 那個榮譽 非常的高興 就是覺得國家很燙我們 的那種感覺 我們回看歷史 其實2000年開始 真正經濟起飛 到了08年 你會看到 無論在經濟條件上 無論在國際 對中國的接受的程度 以及我們自己的自信 都是比2000年強得多 我們的運動員 最後也是拿到非常漂亮 非常亮麗的一個成績表 所以總體來講 我覺得08年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時間吧 有些人可能一生 都很少有機會 可以見證 這麼多大事情的發生 就是有這麼多的榮耀的時刻 就讓所有的人 新年新的連在一起 香港今年國會25年 我是充滿信心 我們在未來 香港跟國家的聯繫 會更加更加的一起 我們中國現在是越來越強 除了體育賽場上 我們在不同領域上 我們的航天員 我們的軍隊 科技人員 在世界各個領域 我相信 我們絕對會拿到 很多很多金牌的 這個也是對我們國家 也是對我們自己 文化的一種自信 阿階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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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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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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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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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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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